兩岸關係緊迫之際 大陸國安部發文說 連續破獲千與起 台灣間諜切密案件 瓦解台灣在大陸 部件的情報網路 但今年年初 陸方才宣稱破獲數百起 台灣間諜案件 如今暴增到千與起 背後目的專家這樣看 很少有把情報的工作 直接拉到檯面上來講 拉到檯面上來講 如果按照我們的解讀 就是它升高了對詞的敵意 政府跟大陸都在 TEST互相的底線 情報其實都是一個訊號 大陸國安部 還說要抓捕審查台獨頭目 但專家也質疑其中的可信度 他如果真正抓到的話 他一定審判啊幹什麼 把這些公開來的時候 才有那個震撼力 按照這一則新聞來講 我認為是在放訊號彈 兩岸關係恐怕在線冰店 國防部掌握攻擊繞台 卻疑似接連出包 7號公布攻擊航機圖 說6號全天有5架次攻擊 在我內水領空飛行 比對後更發現對方距離 而然比僅有33海里 比藍嶼更近 但9號國防部改口說 共機並沒有進入台灣 24海里臨街區 被歪解質疑後 13號晚間再更正 說共機最近距離是在 藍嶼東南33海里 是援會突擊準點標記錯誤 不管是雷達或者是衛星的定位 應該是都非常的精準 國軍不可能標會錯途 作戰的時候 如果說是你的坐標位置 標會錯的話 你如何去做飛彈 或者是反艦的攻擊 可能是避免 以起民眾的恐慌 所以用這種謊言來遮掩遮蓋 當隊員放出抓捕台灣間諜消息 我國卻連攻擊位置都掌握不清 國安是否出現大破口 執政者的檢討修補迫在眉睫 藍嶼學過好 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